被跨過去駕駛座 有沒有 衝過去 車子突然向後倒 啥都啥不住 飛速衝過路口 撞上轉角的便利商店 大中午超商門口 卡著這台肇事叫車 車尾和柱子之間 還夾著一台摩托車 到底怎麼撞的 他開車速度很快 就倒車進去了 要路邊停車的時候 操作失誤不當 所以導致倒車失撞 他是開車肇事的人 什麼都不說 只急著辯解 我有駕到 本來開車的是女兒 懷有身孕 看到一家門口 擺好多娃娃的玩具店 他車子一停就下去逛 留著坐在副駕駛座的媽媽 媽媽從副駕 爬過去駕駛座 想要移車 沒想到車子瞬間 向後倒衝50公尺 衝過一個路口 撞進便利商店 上超商買個東西 三個客人莫名被撞 兩男一女 有胸痛的 有撕裂傷的 還有一人手腳撞傷 便利商店自動門 玻璃碎滿地 門框扭曲變形 玻璃牆角破一大洞 旗樓桌椅東倒西外 場面相當混亂 69歲的媽媽 在車上等懷孕女兒逛店 看前方車開走 想將車子停好 不要並排 沒想到倒錯檔 緊張失控 釀成車禍 記者韓志欣 李若貞 台中採訪報導 使用高機 擁抱 當初